在拉图维亚的首都 一个旅馆居然要180块 就这样一个房间 两张床 然后还没有卫生间 180块 刚刚抖音上 有一个粉丝给我发信息 说在楼下看见了我的摩托车 这会下楼去看一下 怎么个事 看一下两个中国的帅小伙 你们是骑自行车过来的 骑自行车从瑞典骑过来 厉害 我突然不知道说啥了 有点遇见中国人了 你们在这边应该很少遇到中国人吧 很少因为我们骑自行车 就面罩没有全车 然后就经常 他们就看就很惊奇的看 然后很少看到东亚人 那你们一路骑行过来 有没有搭帐篷 也搭帐篷 安全吗 不好说 不是这个表情 就是要选地方 主要选地方 就是要是在有摄像头的地方 可能稍微安全一点 然后其他不好说 北欧应该不是说还好吗 北欧可以 他们说瑞典也很乱 瑞典是很乱的 他们在瑞典上学 五星里边平四星做案等级 五星平四星做案等级 就是那个四星的做案等级 有这么乱门吗 瑞典发罪率很高的 有个小门当时有个人都往上面将炸弹了 反正确实不如芬兰安全 但你们小心就是大帐篷 全是熊 这个季节 对他说有熊 我们去北欧打算搭帐篷 买点防熊喷雾 还有这玩意儿 就去塔林买点 但是你们别去芬兰买 因为芬兰没有卖 对 去塔林买 不是还有防熊喷雾 很厉害的 比什么装死上树有用多了 是吗 是吗 直接喷什么 直接喷熊啊 就喷熊 就是他比如快过来 然后你喷一圈 大概就是他范围在5到10米 就把帐篷周边喷一圈 熊来的时候 熊 熊来的时候喷 他就不会过来了 对他闻到那个味道 他就走了 哦还有这种东西 嗯 一定要买一个 哦这个好这个好 去塔林买 对 还能防人 对还能防人 嗯 为什么 因为那刺激 辣椒水很厉害的 那不是自己会呛的吗 对啊 所以你要小心点 哈哈哈 但是 有利有弊吗 今天要大张默又住在 就大概有人住的地方 别在森林里 对 哎呀反正欧洲 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全啊 不是不是不是 想象中他也不安全 哈哈哈 这边有好多印度人 这边这一块 感觉跟进了印度窝一样 全是印度人 我们就住在这个楼上的 一个亲旅 这边也算适中心了 但是感觉 特别不好 就是你看 街头上 都脏脏脏脏脏的很 这边给人感觉特别乱 刚刚 老有一堆一堆的印度人 在那打量我们的车 然后这些印度人 到这边应该是没有身份的 准备找个收费停车场 把车停过去吧 车丢了的话就麻烦了 哎呀我去 这边这栋楼住的全是印度人 然后这些印度人就在那打量我们 这里边应该是一个收费停车场的 但是怎么交停车费呢 摩托车停不停得了哦 这怎么弄的 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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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一个地下车库 把车停进来了 这个它不是识别车牌的那种 就是这样 领了一个卡片 也不知道多少钱了 但总感觉停在那不安全 那老有印度人在那打量我们的车 一窝一窝的人 这里应该不用锁 那个锁了吗 应该不用锁了 车库里边 而且是封闭式的车库 应该安全了吧 感觉这个地方给了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街上有很多该溜子 然后就坐在那 然后时不时的还上来给你搭讪 赶紧回去吧 本来今天晚上还想去那个广场逛一下的 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 这个地方还是市中心 给我感觉咋这么乱呢 你看这边印度人特别多 你看 那边又是一群印度人 让那些印度人老看我们 赶紧回赶紧回 好害怕 好害怕 这个小哥的车被偷了 是吗 对 他刚刚把车停这 他刚刚把车停这 他在弄啥 然后那个人 你看 前边那个 其他边那个人 突然就把他车骑跑了 是 就是他的车 被偷了 真的被偷了 我去 当面投车 就在我们住的楼下 我就住这个楼上的 刚刚车就停在这里 这应该是个外卖小哥 然后 旁边这里有个麦当劳 他应该在那窗口取餐呢 车要是没有拔 直接就给他偷跑了 这个地方好乱 明天赶紧走 明天赶紧走 我现在对这个地方 一点好感都没有 这个楼上住的全是印度人 我跟你说 我们住的是四楼 我从那个楼道上楼 我都害怕 那会上去的时候 几个印度人 就在那跟我们说话 哇 吓的人 我们刚刚走这个楼道的时候 好几个印度人 在这个楼道这里 然后看着楼吓人了 要不就是喝多了 要不就是搞啥不认真的玩意 你看摘放了酒瓶子 刚刚他们就坐在这里 我刚上上下楼的时候 给我吓的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太不安全了这地儿 看 就是楼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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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